哎呀咱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咱们的Test Floater Test Floater里边啊 存了这五张测试图像 然后呢在这个Result Floater里啊 存的是咱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 为了使得咱们看的更有效果 咱们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分阶段来啊 第一次咱们只进行一个全局的预测 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啊咱们只进行一个第一阶段的结果 咱们不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效果会怎么样呢 咱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看在哪呢 其实网络处置化那块无所谓啊 咱们只需要啊 让这块不预测就好了 咱们得给这块注释一下 这块 这块完成了咱们第一个阶段对吧 咱们把这个第二阶段 还有第三阶段都给它注释掉 那么是不是说咱们现在网络 只能跑这么一个阶段了 然后就return这个landmark了 我们看这里只进行了第一阶段 全量传播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我都给注释掉了 所以说最终啊 return结果就是咱们一个阶段的一个结果 咱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啊 其实这个速度啊 还是蛮快的 对五张图像来说 因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呢 主要原因啊 就是说咱们的图像啊 给它resize成非常小的啊 第一阶段是一个39乘以39的 第二阶段是一个15乘15的 然后呢 这个网络模型啊 也比较小 所以说啊 咱们整体的速度啊 会比较快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结果啊 这个结果就是咱们刚才输出的一个结果啊 还没有显示出来 咱们直接给它打开来看一下吧 好 我们来看啊 这是现在 就是说通过一个全局预测出来的结果啊 对应于刚才咱们那五个 五个测试的图像 咱们来看 这个画红色的框啊 就是我自己给出来的啊 这个框啊 它都是固定的 就是说我这里啊图一简便啊 我就没有一个图一个图去找它 确切的框是在什么位置 我只是给出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啊 就是说 嗯 这个7070还有1970还有200 只是它大致的一个位置 并不是它一个非常准确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绿色的一点啊 就是咱们的网络预测出来的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以及两个嘴的大致的位置 咱们来看 这是第一张测试图像 这是第二张测试图像 这是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一共就五张图像 咱们啊 现在只是从一种全局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预测结果怎么样 结果来说还是 还算可以的是吧 但是啊 大家仔细来看 这个眼睛啊 是不是还是有点偏上一些啊 嘴巴是不是还有点偏下一些啊 咱们下面来看一看 假设说 咱们啊 不是假设说 咱们就要让咱们的网络啊 跑两个阶段 把level1和level2都加进去 看一看咱们的实际效果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提升 好 咱们啊 再把代码改一下啊 这里啊 我为了命名的方 命名的方便一些 我给他改一个名啊 咱们刚才啊 叫的名是直接叫这么一个名 level1开头的 然后呢 咱们一会儿叫名啊 还有带一个level2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一回啊 把注释的稍打开一些 我们看看注释的在哪里去了 找一下我刚才注释的 第二阶段 啊 这里呢 咱们啊 把第二阶段打开 然后呢 把第三阶段还给他注释掉 在这里啊 就是说 呃 我把第三阶段现在给他注释掉了 然后呢 只把呀 咱们这个第二阶段打开啊 现在就是说 咱们的网络啊 还要跑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跑完了 在第二 第一阶段结果上 还要进行这么第二阶段 一个patch 一个patch进行预测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我把这个关掉 咱们啊 现在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好 咱们现在可以看 就是说 现在有十张图像了 我们看一下名字啊 这个是咱们看名字啊 啊 不用看名字啊 咱们直接来打开看就可以了 这个是咱们一个全局阶段预测 对吧 咱们来看 加第二张图 下一个图就是 咱们全局 加上第二阶段的一个预测啊 大家先再来想一想 结果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呢 嘿 我们来看啊 结果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咱们再来玩 再来玩一遍 那么下面啊 就是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啊 我们看 第一阶段 结果并不是很好 对吧 哎 两个眼睛可能歪了一些 但是呢 把咱们第二阶段 加上去之后 这五个点 现在来说 是不是稍微的完美了一些啊 哎 咱们再来看一张图 对于这张图来说 哎 第一阶段还可以是吧 看第二阶段 是不是也是完美了一些啊 好 第三 第三张图 第一阶段 哎 效果一般 第二阶段 效果怎么样 完美了一些 对吧 第三张图 一般完美完美 第四张图 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啊 咱们通过这么一个算法的框架啊 确确实实 能够使得啊 咱们的这个准确率啊 提升一些啊 不能说是提升一些 提升了很多是吧 这是咱们通过一种实验 观察到的 咱们啊 通过这个每一个派斥 每个派斥啊 在咱们第一阶段 预测的基础上 再做这么一个微调的事啊 确实能够使得咱们的结果 发生这么一些的改变 好 那么咱们现在两个阶段玩完了 咱们再来看看 这么第三个阶段 先把名字改一下 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就是说啊 改这个名字啊 能让咱们属于啊 就是说 同一张测试图片啊 它们能挨在一起啊 就是说所以说啊 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规则 其实还没什么大不了的 咱们把第三阶段给打开啊 我们来看第三阶段在哪里 啊 在这呢 咱们把这个第三阶段打开 现在呢 就是说 咱们的网络啊 把三个阶段都拿到手了 先是一个全局的 然后矫正 然后第三阶段再矫正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结果 好 很快就完事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还是对于这个第一张图像 全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哎 第二阶段和这么第三阶段 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哎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那么第三阶段 可以说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 微调就更少一些了 咱们再来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那么第三阶段 只是很细微的一个微调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啊 大家想要一个比较快速的模型 咱们直接用前两个阶段就可以了 其实啊 咱们通过实验结果也可以看到 其实啊 两个阶段就完全OK了 第三个阶段呢 其实啊 只是做了更小的一个差别 那么更小的差别啊 其实还是更准了一些 那么这个点可能稍微偏左那么一点 那么第三阶段就给它矫正了一些 那么可以看啊 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么三个阶段算法啊 确实能够使得咱们这个关键点预测 变得更准确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啊 咱们这个关键点检测项目 一个完整的代码了 那么我也是希望大家啊 可以把有时间啊 把这个代码从头到尾的梳理一遍 这个代码啊 我觉得意义还是蛮大的 对于大家做这么一个回归任务来说 之后啊 无论大家是做关键点预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回归任务也好 其实啊 都可以建筑于这个模型 是吧 这个模型是什么样 先进行一个全局的预测 然后呢 对于这个全局来说啊 咱们分阶段 比如说第二阶段 在全局预测基础上 又进行一个 每一个派指 又每一个派指进行预测 这样啊 确实能够使得咱们结果 发生一个显著性的改变 刚才啊 也是通过咱们这个测试案例啊 给大家实际的证明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 现在选择的这个 选择的这个算法框架 确实还不错 是吧 那么关于啊 这个测试代码讲解啊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哦